耶利米书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我说 即使摩西和撒末尔站在我面前待求 我的心也不会转向这人民 你把他们从我面前赶走 叫他们出去 如果他们问你 我们要去哪里 你就告诉他们 耶和华这样说 该死亡的就死亡 该被刀剑所杀的就被刀剑所杀 该遭遇饥荒的就遭遇饥荒 该被掳的就被掳去 我要命定四种刑罚对付他们 就是刀剑杀戮 尸体被野狗拖走 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吞吃与毁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有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 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 我必是地上万国 看见他们的遭遇就惊恐 耶路撒冷啊 谁会可怜你呢 谁会为你悲伤呢 谁会转身向你问安呢 你离弃了我 你转身背着我 因此我要伸手攻击你 毁灭你 我不会再回心转意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在这地的城门口 用搏几搏了我的子民 使他们丧掉儿女 使他们灭亡 他们仍不转离自己所行的路 我使他们寡妇的树木 比海沙还多 我使行毁灭的 在五间临到我的子民 打击年轻人的母亲 使痛苦的惊恐 忽然临到他们身上 那生过七个子女的母亲 衰竭脱弱 几乎弃绝 还在白昼 她的太阳已经熄落 她必惭愧蒙羞 我必使他们余生的人 在敌人面前死于刀下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母亲啊 我有祸了 因为你生的我 这个跟全地相争相斗的人 我从没有借钱给人 也没有向人借钱 可是人人都咒骂我 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的好处释放你 在遭遇祸患和灾难的时候 我必叫你的仇敌恳求你 谁可以折断铁 就是从北方来的铁和铜呢 以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 我必把你的财产和宝物 白白给敌人做掠物 我必使你在你不认识的地方 服侍你的仇敌 因为我的怒火燃烧起来 要烧灭你们 耶和华 你知道这一切 求你纪念我 看顾我 替我向那些逼迫我的人报复 求你忍怒 不要取去我的性命 要知道 我为你的缘故受了侮辱 我一得到你的话 就把他们吃了 你的话 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耶和华万君的神啊 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我没有坐在欢笑者的集会中 一同欢乐 因为你的手在我身上 你使我满了愤怒 我就独自静坐 我的痛苦 为什么长久不止呢 我的创伤 为什么无法医治 不得痊愈呢 你对我真的像叫人失望 靠不住的溪流吗 因此 耶和华这样说 如果你回转 我必让你回来 你就可以势力在我面前 如果你说宝贵的话 不说无价值的话 就必做我的口 他们要归向你 你却不要归向他们 我要使你成为坚固的铜墙 抵挡着人民 他们必攻击你 却不能胜过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搭救你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 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掌握